1941年6月,纳粹德国入侵苏联,打得苏联陆军节节败退,战况激烈,伤亡惨重,一度被赶到了东部一线。 乌克兰中部基辅防线一带,苏军指挥官接到德军已经占领洛赫维茬的电报号,心情当即低到了谷底。 此时,他们已经退无可退,只能选择和对方决一死战。 看着战友都接连死在德军战机的轰炸之下,士兵瓦西里双耳开始轰鸣, 瓦然地环顾四周后,他终于找到一个还能用的迫击炮。 然而刚刚坐下,瓦西里边看到对面的坦克已经悄然将炮口对准他的方向。 下一刻,炮弹无情地落在瓦西里身旁,巨大的冲力炸得他直接失去了意识。 两天后,瓦西里终于缓缓醒来,此时他的四周仍旧弥漫着战争的宵夜, 眼睛所到之处都是骇人的残肢断壁,他一拳一拐地从地上起来往远处的村庄走, 天空渐渐开始下雪,气温一降再降,瓦西里一个人走在安静的战场上格外凄凉。 不知道走了多久,瓦西里终于找到了一间民房,他在门前站了很久,都没有鼓起勇气敲门, 直到房门被一个柔弱的女孩打开,女孩的爷爷确定外面没有巡查的德军后, 才悄悄将瓦西里拉入家中,民房的地下已经藏了三名苏军士兵。 苏联的国防部队被彻底击败后,附近已经被德军全线占领, 对方正在加紧排查周围国防部队的残余兵力, 三名士兵身上的伤一处理好,便准备离开去寻找附近的游击队, 外面的血越下越大,他们要赶在德军赶来之前离开, 不然一定会连累老人一家,一旁的瓦西里只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, 很明显他不在三人考虑的范围之内,而他也没有信心不脱对方的后腿, 但让人安慰的是,三人在临走之前帮瓦西里取出了腿部的子弹, 这样才能保证他的伤口不会溃烂发炎, 若是能侥幸躲过德军的搜查,还有可能安全活下来。 随着子弹被活活从腿部挖出,瓦西里的身体也虚弱到了极致, 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民房中养伤,但这样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。 夜幕一降临下来,瓦西里便听到一声枪响, 他透过窗帘往外看,有一支德军部队正在村中搜查苏军士兵, 可他们并不是单纯的搜查,在村中看到活动的犹太人也会开枪将其射杀。 瓦西里看到这一幕心惊不已, 因为他不光是苏军士兵还是一名犹太人, 而更让人揪心的是,这些人很快搜到了老人的家中, 负责带头搜查的是村里的铁弹,明明都是同胞, 可铁弹的行径几乎和德军没什么差别。 得知老人早上接待过一名苏军士兵后, 铁弹十分不客气地警告老人, 现在不交代,若是让他搜查到, 可是会被逮到纳粹集中营给人当活把子用。 但尽管这样,村民仍旧坚持没有将瓦西里供出, 铁弹在家中上上下下搜了一遍没搜到, 最终只能无攻而返, 藏在地底下的瓦西里将铁弹的话都听在了耳中, 善良的老人救他一命就够他敢带德了, 他不能再连累他被德军为难。 于是,瓦西里在天微微亮的时候, 主动从村子中离开, 前往丛林寻找附近的游击队, 国防军在基辅的势力已被全树剿灭, 只有这些游击队还伸出鬼没在附近森林活动, 可瓦西里刚刚跑出村子, 就被例行巡查的德军看到, 这些德军也不管这是村民还是苏军, 一见有人跑路就直接开枪射击, 瓦西里拼了命地往前跑, 失足滚下山坡后, 才终于躲过这些人的追杀, 大雪还在下战, 鸡血已经没过了膝盖, 瓦西里走走停停, 一天一夜之后, 身上的干领被吃光, 他的体力也逐渐见底, 可前方还是只有一望无际的血缘, 气寒交迫之下, 瓦西里终于倒在了雪地里, 梦里他梦到了温暖的草原和可爱的孩子, 瓦西里以为自己已经死了, 才会看到这么美好的一幕, 但事实上, 他却是误打误撞, 遇到了一群可爱的人, 对方是丛林中的游击队, 出来密室后偶然碰到他, 便将他救回了营地, 游击队的人熬了热乎乎的草迈粥, 喂给瓦西里, 经过短暂的休息, 瓦西里终于恢复了体力, 这支游击队是由营长杜伯沃统帅, 杜罗菲中尉负责情报指挥, 国防军在基辅的防线溃败之后, 流落到丛林中的士兵不在少数, 但大多数人已经被冻死或者饿死, 只有寥寥几人活到了现在, 成功找到了游击队, 其中便包括瓦西里, 经过短暂的整顿, 营长杜伯沃并没有将他们全部接受, 而是让这些士兵自己选择, 这支游击队从属于乌克兰军队, 都是苏联红军, 需要遵守红军所有的规矩和职责, 但却没有正规军的待遇, 没有充足的食物, 没有假期可以请, 甚至负伤也没有医院可以疗伤, 为此,游击队中的人都是宁死也不想负伤, 因为这里根本没有任何药物, 但已经被逼到这里的士兵们, 除了和大家并肩作战, 根本没有任何退路, 只要走出丛林, 便是死路一条, 众人都见过德军对待敌人的手段, 他们残害俘虏, 随意射杀平民, 对于游击队来说, 他们就是恶魔一般的存在, 在随后的时间里, 瓦西里开始频繁跟着游击队在附近作战, 幽敌深入, 在一举歼灭, 是游击队常用的伎俩, 每射杀一个德国人, 每炸毁一辆从前线往返的火车, 瓦西里等人都觉得是在替天行道, 苏人都不觉得这是一场普通的战争, 所以他们扛得住寒冷, 耐得住饥饿, 1943年夏天, 营长杜伯沃走出丛林, 在一片开阔地等待上级的补给, 突然, 几家牛气红红的战机出现在众人头顶, 一看上面贴着苏联的标志, 杜伯沃瞬间气急败坏起来, 他只是要一些补给, 这些人却弄出了要将附近德军全部引来的动静, 杜伯沃觉得, 这些人可能根本就没有长脑子, 于是等指挥员一落地, 还便跟对方大干了一架, 好在瓦西里及时赶到, 才平息了这场纠纷, 经过长达两年的游击队战争, 队员们死得死伤得伤, 而瓦西里也成为了游击队的情报指挥员, 瓦西里和指挥员解释, 现在周围的德军都在寻找游击队的踪迹, 白天行动很危险, 一不留神就会被他们的侦察员捕捉到, 对方的指挥员就才灿灿地将嘴巴闭上, 然而矛盾不是最可怕的, 可怕的是补给没当, 却又迎来了这么多仗, 等着头尾的嘴, 这些人是被上级指派过来和游击队合流, 准备协助红军渡过涅伯河去解放乌克兰西部, 这个事实让营长杜伯沃十分不爽, 但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, 他也只能将就和这些不靠谱的正规军合作, 随后, 瓦西里带着这些人前往丛林深处的游击队营地, 可却在路上遇到了骇人的一幕, 前方这处村落, 没少被游击队提供补给, 德军发泄后, 第一时间对他们实施了残忍的屠杀, 这是一支上百人的纳粹抢劫部队, 他们提下将村民赶入柴房, 并在柴房周围浇满了汽油, 然后点火将村民们活活烧死在房中, 在烈火中焚烧的灵魂, 大部分都是妇孺老人, 游击队队员小美看着无助大哭的女孩, 当即冲出丛林, 要和那些人拼了, 瓦西里快速追上前, 将小美暗住, 他们此时的任务是解放乌克兰, 若是在这里暴露, 大家都得给他们陪葬, 两人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纳粹的暴行, 不能有任何动作, 瓦西里带着河流的正规军进入营地后, 便开始商讨横渡涅伯河的计划, 德军在涅伯河附近的防御火力, 他们一无所知, 能深入敌后拿到对方的军事图纸, 不然他们贸然渡河, 很可能会变成德军单方面的大屠杀, 但这些正规军觉得, 军神进入对方营地等同于送死, 不用分说就现一步否定, 还顺时开始指责游击队营长和情报指挥员无能, 他们一来就听说营部正在闹饥荒, 所以与其在这逞能, 不如赶紧想办法进村弄食物去, 附近村庄的情况, 瓦西里比谁都了解, 村子刚刚经历过屠杀, 德军一定在附近派了不少德军看守, 他们起码要等上两天才能行动, 这么一来计划还没弄好, 两支军队已经干了好几下, 随后瓦西里为了探听情报, 带着小美去村庄附近侦察, 一进村便斩杀两名德军, 直接进入铁弹家中, 当初他在老人家中休养时, 就是铁弹在代替德军在村中搜查, 这个人一定对附近的德军比较了解, 可铁弹一届是瓦西里, 当即拒绝为游击队提供情报, 铁弹想起那些死去的无辜村民, 一拳干在了铁弹脸上, 所以你就是只肯为那些纳粹办事是吧, 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, 瓦西里先是掐着铁弹的脖子, 让他体验一下濒临死亡的痛苦, 然后一把掏出腰间的枪就要射穿他的大腿, 然而铁弹的儿子却在此时突然冲出来, 顾在铁弹的身前, 面对这样的场景, 最终瓦西里还是没能下得去手, 为了拿到德军的情报, 瓦西里将铁弹吊在丛林中严刑拷问, 可谁知情报的事情还没搞定, 他们队伍内部便先出了问题, 瓦西里明明在营地强调过, 不能这时候进村觅食, 可这些所谓的正规矩还是大白天进了村, 不但抢了村民们的粮食, 还玷污了村中的一名老师, 瓦西里得知后, 当即去了对方指挥员的营房, 要为村民要个说法, 可对方指挥员听了不但不生气, 还为手下的士兵辩解, 没有食物没有补给, 是个人都会疯, 士兵犯了错, 他这个指挥员自会处理, 瓦西里只要管好自己的队员就好, 但没有纪律何来的部队, 更何况, 他们之所以能在丛林中活动这么久, 和真心拥护他们的村民分不开, 瓦西里不但管了这事, 还逼着指挥员要么当场射杀这些士兵, 以警效尤, 要么让他们这些正规矩自己渡河去, 爱咋咋地, 最终在瓦西里的坚持之下, 犯罪当事人和三名旁观者, 皆被瓦西里当众处决, 在此之后, 营地内部再也没人敢无故犯错, 时间一转, 已经是1944年的春天, 此时, 瓦西里已经成功带着游击队解放了乌克兰西部, 而游击队也被编入了乌克兰第一指挥部, 可让人寒心的是, 二战中不止德军将犹太人视为眼中定, 这些苏联人也同样不待见犹太人, 就在众人共同庆祝胜利之时, 奖章部负责人带着酒意向瓦西里透露, 你们的英雄大家都很敬佩, 但那个犹太人伯恩斯坦就不太行, 很多人写信给他要伯恩斯坦颁发苏联英雄奖章, 都被他给扣下来, 因为他觉得犹太人不配, 瓦西里一开始便知道, 很多人都不喜欢犹太人, 所以他这几年在队里都以瓦西里的名字生活, 可让他不敢置信的是, 现在他已经带着队伍为国家立下了汉马功劳, 却依旧被人这么对待, 瓦西里忍不住将这个奖章部负责人扯到房门外, 一拳揍到他的脸上, 这才稍微缓解了胸中的闷气, 不久后, 瓦西里的任务再次到来, 他被派到乌克兰西部边境, 去探查德国在波兰的武器试验场, 当晚便登机出发, 可左等右等飞机都快要起飞了, 队员扎尔克才抱着一只大鹅姗姗来迟, 看到大鹅的同时, 众人都懵了, 我们这是去执行任务, 不是去赶机, 你这是疯了不成, 可扎尔克却这样解释, 有一本书里曾经说过, 大鹅曾经拯救过罗马, 所以他也希望怀里这只鹅能拯救他们的未来, 保佑队伍安全回归, 前面负责这个任务的士兵没有一个人安全回来, 大家都知道这一次是由八九回不来, 便游着扎尔克去了, 飞机抵达乌克兰西部, 所有队员都从高空一跃而下, 但不知是大鹅起了作用, 还是幸运之神真的降临在他们身上, 众人一降下, 便正好扑倒了一个当地人, 没有费什么力气, 便侦查到不少德国人的情报, 他们此时距离目的地, 还有将近一百公里, 小队整整走了三天三夜, 才到达一处废弃的医院, 瓦西里先进去查看, 一眼边看到了前方苍蝇乱飞的乱葬岗, 这里尸横遍野, 到处都是尸体腐烂的臭味, 看到瓦西里背脊发凉, 好在不久之后, 队员从这里找到不少有用的情报, 才看看让他忘记了这些残酷场景, 这人是从德国的集中营逃出来的, 据他交代, 德国人正在附近研究火箭弹, 这种炸弹威力极大, 一发射出去, 就可以炸掉半个大洲, 众人文言皆是惊悚不已, 若这人说的是事实, 那未来德国人铁定会更加肆无忌惮, 瓦西里立马决定不再前进, 就在周围暗营扎寨, 并通知指挥部这个消息, 然后发动情报员, 两个月过去了, 他们仅仅确定了对方的大略方位, 仍旧没有确切的地址, 德国人在实验营地附近的布房十分严密, 情报员们通常还没到跟前, 就已经被擒货, 为此, 瓦西里只能另辟蹊径, 找一些看似无害的当地人去探查, 于是, 分布在周围的地下党, 便发挥了极大的作用, 采蘑菇的村民去记录每条路的哨点和火力点, 巫女进入营地, 去探听最直接详细的情报, 随着地下党密集的活动, 过久之后, 一个小男孩终于将有用的资料, 带到了瓦西里的桌前, 并直接确定了军事实验场的坐标, 奈何, 俘获往往相依, 喜悦之后便来了一个噩耗, 地下党的线人发现, 在格里格鲁德附近, 德军抓了一大批犹太人, 准备在明天当众处死, 听到这个消息, 瓦西里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悲伤之中, 将军事实验基地的情报报告上级之后, 瓦西里带着队员在夜色的掩护下直冲犹太人集中营, 他们先是悄无声息地将一名德军军官拧了脖子, 随后长距直入, 在餐厅内射杀大批没有防备的德军, 最终在瓦西里等人的极力营救下, 集中营所有的犹太人都被安全救出, 但不幸的是, 有三名苏军士兵在营救中应有牺牲,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 这是以色列拍摄的二战题材电影《贝伦·施太一》, 影片全程是在游击队老兵的回忆下制作而成, 全片以不同的角度讲述了二战中发生的真实故事, 片尾游击队深入波兰寻找的情报, 便是德军在波兰南部登比查秘密研发的V2火箭, 这些飞弹是希特勒获胜的最后希望, 时间关系, 很多细节未呈现在视频当中, 若是对电影感兴趣, 大家可以找原片看一看。